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聊聊地名 我们来聊一聊怡保 话说有一天我回到永平以后 我去了帕洛 靠近永平的一个小镇的034去拜拜 这个帕洛 我们当地写成巴罗 然后雷子健先生笑笑的告诉我 哎你知道吗 其实怡保也有一个别称叫做帕洛 他的马来地名的写法 P-A-L-O-H 就和你们永平附近的一模一样 这真的是太有趣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吉兰丹 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帕洛 P-A-L-O-H 写法和永平附近的帕洛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两地都是当地的州一席 如果怡保曾经也叫做帕洛 那为何没有把帕洛这个地名 当成怡保的地名 关于这一点 雷子健先生雷爷又来给我讲古了 首先这个帕洛写成巴罗 水坝的坝 至今仪宝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干崩帕洛 中文地名就写作干崩帕洛 在20年代30年代的旧报刊里 我们常常发现到仪宝和帕洛 这两个字是并用的 那问题来了 到底仪宝和霸罗是同一个地方的两个地名 还是两个地方呢 从过去因殖民地官员所绘制的地图里 的确有标示出两个村落 都分别在静达河畔 而且靠得相当近 一个就写作伊波 一个就写作帕洛 仪宝 伊波 这个名字取之于一种树木的名字 这个勃告伊波呢 可不是一般的树木 它是一棵带有剧毒的树 它曾经是猎人 或者是战士制作毒箭所用的树的枝叶 我们都知道静达古一带 习矿非常的丰富 无论是仪宝 霸罗 这两个村落都聚集了许多矿工来这里开布 而至今这一代 当然我们都叫做乙宝了 但是也找不到过去的 刚绑乙宝的痕迹 但是 刚绑帕洛 刚绑霸罗 却保留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听老前辈说 哎呀 在五六十年代 他们把乙宝叫做霸罗 这是其来有之的 我是廖朝记 廖聊地鸣 我们下期再聊